AMD最新一代的Zen4处理器终于是在Computex 202上亮相了 虽然仅仅公布了其的部分性能表现 但其最高锐频的5.5GHz足以给玩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了 而英特尔方面自然是不能放任不管 早早地拿出了下一代旗舰i9-13900K来透透风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 在规格方面 i9-13900K的核心代号为Raptor Lake 将继续沿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以及X86异固设计 并由8个性能核加16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R4核心32线程 同时英特尔也一步到位 将i9-13900K的高速缓存扩展至了628兆 以此带来更高的游戏性能 而其的PL1功耗为125W PL2功耗为228W 而性能方面 据WC Safety的消息显示 在早先的样品测试中 搭载瑞逊ARC A770独立显卡的情况下 i9-13900K能够保持2.4GHz的基础频率 和4.6GHz的锐频频率 虽然并不能达到此前泄露的最高5.8GHz 但在Westone FP32的测试中 仅有3.7GHz的i9-13900K 其的性能就已经比i9-12900K提升了50%之多 而对比i9-11900K和R9-5900X i9-13900K也平均领向了75%到28% 但让人意外的是在Westone FP64的测试中 i9-13900K相比i9-12900更是获得了103%的翻倍性能提升 表现十分出色 此外跟你推对用户称 i9-13900K在GIGABANCH 5的单线程测试中 也能够跑到2300分以上 相比i9-12900K的2000分提升了近15% 相比i9-5950X的1700分提升了近35% 但考虑到目前还是样品的测试阶段 所以最终成绩还有待确认 而在发售时间上 包括其间i9-13900K在内 13弹裤的桌面端处理器将于今年10月 与下一代Z790主板一同推出 而其的竞争对手 基于正式架构的锐龙7000区的处理器 也将于今年秋天推出 而此次幽界大战的最终胜者到底是谁 就只能等正式发布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翔 我们下期再见